就是这些指令 反正就是这边的两个工具列 你会发现我们用来用去就还在用在这里 领多就是刚刚多一个什么绘制里面的胡而已 然后绘制里面这些也还蛮重要的 所以有空的话稍微看一下 它等于是绘制里面的进阶一些功能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同样的这个图 我们可以怎么用复制 一样的先画一条线 这个画一条线事实应该没问题 我发现同学画现在都不会有问题了 可是再来就是我要怎么样 把这一条线一直往上 复制的话特别注意 刚刚是用偏移 可是这个地方如果用复制的话 似乎会快一些些 怎么说复制在这个这个第二个按钮 复制地方你把它点下去 然后一样它会出现说 请你选择物件 你要复制哪一个呢 我要复制它 所以复制的话记得 复制选举之后的话 选取完之后 你就按一个空白键 告诉他说我选好了 告诉他说 选一下空白键一下 Enter也可以 Enter或空白键都可以 然后他问你说你的基准点 基准点我们就选左边这一点好了 然后复制第二点 请你往垂直方向去 复制的话呢 我要复制多少 24 有没有 向上24 24Enter 你就直接24就Enter 那复制有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连续复制 所以你复制24之后 有没有 再上去还可以复制第二条线多少 24再加20 所以是多少44 Enter第二条线就出来了 然后呢再往上 再来44再加5 就是49 对 Enter 就一条线 再49再加16 等于多少 65 65 Enter 就一条线 65再加12 77 77 79 79 79